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經歷 我是老偷All The Man 今天呢,我們回來方舟生存呢 最後一個要事 什麼要事呢?就是 上一集呢 我們已經成功的打敗了我們這個窮騎 利用了11隻木斧將軍 終於把它解決掉了 果然是木斧將軍還是最強的 因為他的三連擊的那個連打 真的是造成的那個傷害其實是很快速的 好了,蹦蹦蹦,你看吧 11隻乘以3 等於是每一下等於打33次 那基本上是秒掉 秒掉窮騎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不過呢,那時候我們的 木斧將軍也是死傷慘重 就是只剩下兩隻 所以說呢,我們後來獲得了這個 座騎 這隻阿根廷座騎 然後以及我們前面的三隻羽暴龍 其實我們還有更多魔方啦 就是擊敗他們之後 擊敗這些神獸集呢 就獲得這些很多的魔方 然後以及就是 以及就是這些座騎的 座騎跟一些那個殺肉之類的 就是打敗他們會獲得一些高級的戰利品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就是要利用我們所獲得的這些強大魔方 去擊敗我們現在正準備要挑戰這個 魔組裡面最強的神獸 叫做葛芬里爾嘛 既然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呢 現在呢,他已經不是最強的 我們這個方舟魔組呢 又更新啦 更強的人出現了 更強的敵人 他也是一樣是神獸 但是他比神獸還要強大 他名字好像叫做 叫做什麼來著的啊 我看一下喔 他的名字喔 誒,往上拉一下 我的資料怎麼不見了 找到了 他的名字呢叫做 米哈爾畢爾 他這個名字很難唸 米哈爾畢爾守望者 他是現在目前最強的 一個更新 我們的這個葛芬米爾呢 因為米芬里爾吧 就瞬間被打得跟智障一樣 變成第二順位了 然後呢 後來呢 又多了一個魔方叫做 普羅米伊里斯 普羅米伊里斯魔方呢 他上面是說 魔組中可通過正常方式獲得最強生物 可是呢 他說的正常方式到底是 攻擊恐龍 還是說從這個工作台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從這個工作台看呢 他這個魔方還是一樣只有四個 沒有任何改變 不知道是其他的魔組衝突呢 還是 他還沒有加進來 又或者是 要擊敗普羅米的恐龍才會獲得 這個之後就有待查證了 然後呢 又更新又多了什麼 60張喔 60張還是30張 多了新的旗子 可是其實我對這旗子不感興趣啊 多了30個普羅米旗子 然後 然後又多了什麼東西 又多了這個 六種顏色的普羅米姓標 可以讓你的 如果你是玩多人的話呢 有這個姓標 你可以讓你的朋友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應該是這個東西吧 我看一下 對 對就是這個 大頭燈 個人蠻喜歡藍色的 我們來做一個藍色出來看一下 他是需要一個 歷史 好煩喔 沒有石頭 這裡面應該有吧 已經在工作塔裡面 被有丟東丟西的 在哪裡啊 這裡嗎 都沒有礫石 等一下 該不會在這裡嗎 想太多了 倉庫 耶 倉庫也沒有礫石 大哥 我的礫石去哪 然後在這裡 好 為什麼會放到這裡呢 我也不知道 不要問我 來我們來做看看喔 會不會當機啊 你不要給我當機 到底要怎麼用啊 這東西要怎麼用 放置 好 就這樣 嘿嘿嘿 好像那個 好像吃那個 雞蛋冰淇淋 那個雞蛋冰的感覺 好 我要怎麼使用 放汽油嗎 這傢伙是不是放汽油的 還是放 還是放那個 這個碎片啊 欸不行耶 他都沒有講 上面寫什麼 完了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我們姑且拿個汽油試試看好了 我們這裡汽油 欸有 有一點 如果還不能啟動就算了 反正呢 他就長這個樣子 我也懶得再去 再去介紹了 因為我們今天的重點 不是這個東西 好 丟不進去 好 很爛的東西 哈哈 好吧 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我們今天的重點呢 是要用這個 三隻殺戮的這個 羽暴龍呢 去打我們的這個 最強的BOSS 好 第二強了 已經是第二強了 第二強BOSS 米芬里爾 為什麼會選他們三隻呢 因為呢 經過我的測試之後呢 我發現 他們這三隻呢 呃 基本上他們上面有上這個鞍 他們的這個防禦力真的是大增 1810的防禦力 我是不知道他們天生是不是對抗這種神獸級是有這個耐力啊 就是 抵抗力啊 因為呢 我之前在測試的時候發覺啊 這個神獸攻擊我們喔 攻擊我們的這個羽暴龍 殺戮羽暴龍喔 傷害既然 沒有超過1萬多 也沒超過10萬 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我的猜想可能是他們身上帶著這個安的問題啊 他們安這個防禦力加1800真的是有差吧 可是很奇怪的是 啊我知道為什麼了 我當初會打輸的原因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這些什麼 我們的這些這個什麼 金剛啊 或者是這些 木武府將軍啊 他們都沒有安可以套 所以說他們防禦力幾乎是0啊 難怪被打這麼痛 所以說我們要給他裝上一個有防禦力的安 例如像這一個 喔 那基本上防夠了 應該就是不會死了 原來是這樣 喔 虧我之前打那麼辛苦 原來這麼簡單 就只差在防禦力而已 然後喝一下水 抱歉 然後裝一下這個水壺 OK 好吧 那我們就稍微先幫他們點一下這個點數齁 基本上呢 這個還是要稍微點一下 把這個血量點到500萬好了 點個500萬先 哇現在突然下雨是怎樣 好啦我們現在把這個點數全部都點完了齁 然後呢 呃 血量500萬 攻擊力5萬 速度200 三隻都一模一樣 啊 稍微數據會有點小小差距啦 但是不過呢 三隻都差不多 好不好 我們就利用這三隻 看會不會把這個該死的 啊 世界第二強BOSS給解決掉 好 我們現在稍微 讓他們貼近一點齁 來 這樣才傳送得到嘛 好我們先讓他們過去 我自己再過去好了 不然等一下要多跑一趟麻煩 好 米芬 米芬里爾 唉快傳 好 只傳了兩隻 沒關係 好這隻在傳 就怕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說我要最後走 好 再來是我 好 這三隻打下去應該是OK吧 好 為了避免呢 不要產生這個悲劇呢 好 那我卡住了 不要鬧了 大大 避免產生這個悲劇呢 我先來存個檔 S-M-V-E-W-O-R-O-D 好 林北先存檔了齁 應該是不會萬無一失了啦 我說 好 先抽一下 那王八蛋在哪裡 我看見了 毅力不搖的在那裡 來了決戰了 呀 攻擊 攻擊 哇 準備進化了 準備進化了 來了來 單挑單挑時間告 快點 把我們的最大夥伴全部都召喚出來 好了 我卡住了 死定了 來齁 那他們還在看有沒有 攻擊攻擊快點 來了 來了 應該會贏吧 嚇一跳 嚇一跳 為我死了 原來是我們召喚出來的夥伴掛光了 你看他咬到這20萬而已 來來 用圍毆的應該贏得了 把他卡在牆上圍毆 快 快攻擊這個目標 把他咬死啊 哎唷 好像在我們防禦力OK 完了 不過我們的血量一直在不斷的倒扣中 哎 他的血多到我們要打不完啊 完了 這個有點難打 圍不死 圍不死啊 完了 圍不死 圍不死 我的咬哪裡啊 我以為我們重點是看不到他的血量 欸為什麼我一直往那邊走啊 快點咬死他啊 有沒有辦法 那種定點 定點把他咬死 欸幹不行啊 他的血 我看見他的血超小條 但是 沒什麼在扣欸 這怎麼贏得了啊 啊 那我們攻擊要點高一點嗎 蛤 現在把他點到 點到 現在把他點到個 十萬來的是不是 也是不可能 要十萬點數不夠啊 欸我們一爆完會死 依照這種戰況 我們一爆完會輸 而且他打我們越來越痛了 是我錯覺嗎 完了完了完了 要輸要輸了 要輸了 打不贏啊 難道要有我們號召更強大的恐龍嗎 我們的阿根廷 阿根廷也咬不贏他啊 我們輸量不足 完了這個難打了 單挑不了 再起不能 現在想我們 能上鞍的 能上那種 防很高的那種 安的恐龍 除了這之外 沒有別的啦 米窮 那個誰 窮騎嗎 窮騎也是 但是窮騎是悲型生物 攻擊力也沒那麼高吧 攻擊也沒那麼高吧 阿完了 我們這個血量完全不行 你看這傢伙他的血 根本連扣都沒扣 怎麼辦 我們要放棄這一回合了嗎 傷害實在太低了啦 打不贏 打不贏 打了那麼久 才大概扣個三分之一而已 完蛋了 把他們打 把他打下去了 喂 三隻 果然不行 哇 我決定了 我可能到時候要重整一下隊伍了 其他的 其他的都沒辦法 對他造成傷害 南方巨獸龍 要的話 就是裝更強大的鞍 不過 你看我現在身上的鞍 大 護甲加100 沒批用 有沒有那種 護甲加高一點的 1000多的 超不怕抵擋啊 像這個沒辦法 這個 加太少了 哎唷啦 我們的幕府將軍 沒有 我們的大腳怪 也是幕府將軍吧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裝這個 1000多傷害的 哇5000多防的 我們要改一下戰術了 我們要改一下戰術了 我們已經有一隻掛掉了 好啦 各位兄弟們 我們回來了 我們這個大陣仗 終於要準備開始了 我們現在後面有幾隻 1 1 2 3 4 5 6 總共有6隻 6隻幕府將軍 為什麼我會不再派他們出來呢 因為剛剛你們應該也看到了吧 他們這個鞍是有加防禦力的 而且最多還高達5000多 我跟你講 有這個鞍基本上是穩贏的啦 根本講是穩贏的 只是時間招完的問題 加上我們這幕府將軍的三連 三連段攻擊 拜託 絕對贏的啊 而且是6隻 這6隻是之前打敗瓊奇獲得的 獲得的那個魔方得來的 然後還有另外兩隻是在 之前打瓊奇剩下的 也不是說殘兵啦 他們算是有功勞了 然後兩隻剩下來的英勇士兵 另外兩隻生存下來的 加上我原本自己的 所以說總共湊起來大概6隻 然後呢依然是攻擊力點到25000 然後每一隻也是血量都 都是500萬 依照這個陣容 我們應該是有基本上的勝算 我是這麼認為啦 好不好 好啦 廢話不多說我們就來試試看齁 來 我們先用一個指令 吹一下 他們有跟來嗎 喔他們全部跟來了 來來非常好 然後我們就騎著一下我們的羽豹龍 好 我們要上了喔 我們要上了喔 衝了喔 衝了喔 攻擊他 好 那我卡住了 完了等一下可能這一場可能要打得很混亂了喔 好我叫他不要跟著我 不然還蠻亂的 等一下就直接用一個指令 去攻擊他 來來快點快點快 狼豪已經出現了有沒有 準備要變身了 阿龜救急進化 躍躍 攻擊阿 有了有了 打 攻擊攻擊 快點位 用你們趴趴攻擊 哇哇哇哇哇哇 怎麼打才打 八萬七阿 完了完了 感覺又打不贏 呵呵 而且現在眼前一片黑我都看不清楚了 到底有沒有贏阿誰知道阿 欸我們受到的傷害 還蠻大的捏 我們裡面有一個血量已經快要見底了 完了完了完了 感覺打不贏 感覺是 哈哈哈哈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boss的血 boss的血太裡面了 boss的血太裡面了 而且太紅了吧 一整片紅是在看什麼阿 完蛋了打不贏打不贏 各種炸耶 啪啪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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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有啊 我來幫忙攻擊好了 不可人阿 血根本都沒在跳阿 打個矛喔 我放棄以後已經死一隻了 怎麼可能 完蛋了 這真的打不贏 這隻躍躍怎麼那麼硬阿 他到底血是多少阿 我沒有拉這個血條 到底有沒有在扣啊 完了 我們木服將軍死光光了啦 怎麼辦 又死了 那個血根本沒成長啊 我的天啊 打不贏 南方巨獸龍出來湊熱鬧幹什麼 算了 我放棄了 全軍覆沒 太扯了 根本沒有贏的勝算啊 我們現在就像是被打慘的慘兵逃跑了 怎麼會這樣 打不贏啊 只好來虐他一下好了 既然打得不贏就虐他 他很生氣 他很生氣 我停不下了 停不下了 別這樣那麼兇好嗎 別這樣那麼兇好嗎 兇耶齁 直接讓你消失不見 吵死了這傢伙 怎麼辦 打不贏 我輸了 我真的輸了 徹徹底底的輸了 完全是個沒勝算的一個戰役啊 他那個血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咬一天連續打到二三十萬在跳 居然對他沒有造成任何威脅 怎麼會這樣子 讓我卡住了 這隻金剛到底哪時候可以離開 算了 你要來湊熱鬧是不是 走開啦 好不好 好啦 算了 我已經放棄了 我們已經嘗試了各種方式 也算是兩種方式 還是打不贏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攻擊力都點這麼高了 怎麼比窮騎還要強 那既然都這麼強了 那之前 那這次更新最新的那一隻 更不可能打得贏的啊 然後你到底要不讓我離開 我卡住了 算了 好啦 今天內容就這麼多啦 我覺得今天就先到這裡為止了 那之後問你們有什麼方法的話呢 那盡量就是提供給我 再不行 我可能就要 我可能就要 死出賽塔瑪手套了 我可能就要叫我們的 奇遇老師 幫我們一擊必殺了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棒週生存再見了 掰掰